重申知豪门后妈的逆袭 故事概要 许婉晴是京城豪门许氏集团的掌舵人 年轻漂亮,事业有成 享受着上流社会的荣耀与权利 刚刚坐稳掌权人的位子 他正是春风得意 奇料,一场车祸让他失去部分记忆 医生说这或许只是短期的后遗症 但他渐渐发现自己竟然是一本狗 写小说里的后妈文青妈 他发现年轻时候的自己 曾爱上过一个穷小子陆景涵 还在学生时期为他生下一个孩子 当时许婉晴家族因反对这段感情 他为了继承家业 保持富家千金的名声 不得不狠心离开陆景涵 甚至把刚出生的孩子留给他 不愿再回头 随着他迅速攀上人身巅峰 这段记忆被他深深埋藏 然而,他失忆后 隐藏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陆景涵如今已经成为商业界的顶级大佬 俨然是金城数一数二的人物 当年他被许婉晴无情抛弃 凭一己之力崛起 成为令人敬畏的人物 陆景涵身边还有一位温婉贤熟的女主 小保姆汤婉婉 她曾是陆景涵骆驼时唯一的陪伴者 并且对孩子视如己出 默默守护在陆景涵身边 失去记忆的许婉晴觉得事情不对劲 她对这对父子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当记忆逐渐恢复 她面对的不仅是自己的情感纠葛 还有当年抛弃的孩子 以及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章节以豪门风光 故事一开始 许婉晴刚刚成功在家族企业内 不全斗中胜出 坐上许氏集团的掌舵人之位 这一路走来 她牺牲了许多 包括爱情 亲情 甚至是某段刻骨铭心的过去 如今她站在最高处 拥有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权势与财富 内心却感到一丝空虚 然而 这些思绪很快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断 醒来后 她发现自己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无法想起人生中某些关键片段 尽管如此 她依然保持冷静 认为这不过是短期的后遗症 她坚定地相信自己会很快康复 继续掌控她的豪门事业 章节二 失忆后的奇怪感觉 在家族聚会中 许婉晴偶然见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却感觉对方一场熟悉 这位男人气场强大 眼神冷俊 让她莫名感到心悸 这个男人就是陆锦涵 当年她的初恋 现在已是商界大佬 却与她诉不往来 许婉晴渐渐发现 自己的生活似乎与这个男人产生了奇怪的交集 她在公司中碰到过几次陆锦涵 并且还意外得知她有一个年约十岁的儿子 这个孩子的面孔似乎与她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之处 章节三 真相见路 随着时间推移 许婉晴的记忆开始恢复 她惊愕地发现 自己竟然曾经与陆锦涵有过一段感情 并且还有一个孩子 她当年因家族压力抛弃了陆锦涵与孩子 选择了一条权力与财富的道路 而如今的陆锦涵 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穷小子 她成为了强大的商业帝国的掌控者 而陪伴她左右的唐婉婉 却是一位当年默默陪伴她的小保姆 对孩子照顾有家 扮演了后妈的角色 这个发现让许婉晴既震惊又心痛 她一方面懊悔自己当年的决定 另一方面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失去的亲情 张杰四 复杂的重逢 许婉晴决定靠近陆锦涵与孩子 她以深意合作的名义频繁接触陆锦涵 想要寻找机会弥补过去的错误 然而陆锦涵对她的态度冷淡且戒备 显然她早已对这个抛弃自己的人没有任何情感 孩子也对许婉晴抱有敌意 因为在她的成长记忆里 从未有过这位亲生母亲 许婉晴的出现也让唐婉婉感到不安 她一直默默的照顾着陆锦涵与孩子 没有对他们有任何要求 只求一家人平静幸福 如今许婉晴的出现 让她担心自己辛苦维护的家庭会因此破碎 张杰五 感情的重新抉择 随着过去的真相依依揭露 许婉晴发现自己面临的困境 不仅仅是恢复失去的记忆 更是如何处理这段复杂的感情 她曾经为了追求权力和财富 抛弃了爱情与亲情 现在她拥有了一切 却发现自己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在面对孩子的冷漠和陆锦涵的拒绝时 许婉晴开始质疑自己的人生选择 而唐婉婉作为一个平凡却善良的女人 却赢得了陆锦涵与孩子的心 这让许婉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她不愿放弃自己的亲情 却也无法对过去的决定视而不见 章节六 选择与救赎 故事最终 许婉晴做出了决定 她选择放下曾经的豪门地位 开始真正关心和弥补自己的亲生孩子 尽管陆锦涵对她依然冷漠 孩子也对她保持距离 但许婉晴通过不断努力 终于赢得了孩子的一丝信任 然而陆锦涵对她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 反而逐渐发现自己对唐婉婉的感情更加深厚 最终许婉晴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过去 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现实 让自己和别人都获得救赎 许婉晴选择将公司事务逐渐交给其他人 自己专注于修复与孩子的关系 并逐渐学会放下对权力的执念 而陆锦涵则与唐婉婉最终走到了一起 他们经历了太多风雨 彼此成为了最坚实的依靠 结局 许婉晴最终放下心中的负担 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瓶颈 她不再是那个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豪门千金 而是成为了一个学会珍惜家庭与亲情的普通女人 至于陆锦涵和唐婉婉 他们则以爱与包容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